各位要买二手房车的老板看过来啊 南京二手房车批发市场来了 各种各样价格便宜啊 绝对公道 四驱底盘的大房仓 移动的大别墅啊 各种各样款式任你选择啊 这台便宜 这台20万零八千啊 21万吧 十来万块钱的小中巴 二十来万的小B型啊 全新车包牌包税 六座的深顶小福特 这台车是十九万八 一万多公里啊 肠子都流口水 六座对卡后横床 还有上下铺啊 洗衣机啊 打洗手间 看着这漂亮的不得了 窗户打开啊 好大好大的一张床 关键这个东西座位多啊 六座兄弟们 当商务车用啊 洗手间多亮的 21年的这个东西 十几啊 十四 十四万多啊 来看 漂亮的很 柴油 2.5T自动感啊 后驱 啥啥的 后面是一个好大好大的 这个双人床啊 这张床空间很足 可以加一个商铺啊 洗手间厨房 配置不高啊 价格合适 21年 深顶小福特啊 这个是四座的商务馆 好吧 看看 漂亮吗 一万七千公里啊 一万七千公里啊 自动挡的 二十三万八 七浪的V90系列啊 也是两万多公里 家长轴超高顶啊 后驱户双胎 柴油自动挡的 二十万出头啊 二十一万八 四座的AT打啊 兄弟们AT啊 七浪这车做的是很好看 目前两万公里 漂亮啊 我们的沙门沙窗 七点二度电 三百的太阳冷板 三千的逆变气啊 这是大家特色 折叠抽拉洗手间 后面是双人大创 这是V90的B型啊 七浪房车 来 十五万多的大通原厂B型啊 柴油2.5T自动挡 这是原厂房车 五座 蓝牌C罩 没有包废机 然后 好通透的一台车 做工属于上品 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 这台车的做工都是 无懈可击的 卧室很舒服 然后保养的是真漂亮啊 两万多公里 C版就可以开啊 维巴斯特的锅炉 这个大阳台啊 全新包牌包税包落地啊 当二手车卖 三十三万八 好 自动挡 2.8T啊 这是重气好 兄弟们 带阳台大 带测拓展呢 十度电 五千的那边气吧 上车 配置有可能抱着不准啊 大家见谅 这是一个厕所展的对卡座 第一张床啊 第二张床 前方驾驶室啊 奥迪管 这个东西看太舒服了 自动挡着啊 带楼梯倒 大洗手间 两个冰箱 微波炉 四路监控啊 洗衣机在后仓 这边是一个大洗手间 来上楼上楼 从没有想过啊 哪一天房车造成这样 带测拓展 还带一个大阳台 一览众山小啊 出去看风景 不要太舒服 这里还可以搞个烧烤 做个饭 哇 通透通透 爽 房车带个这个东西 很爽的啊 看到没有 放下来一点 还能遮风挡雨 你喜欢可以挂点窗帘啊 对面的一票 看着给看着给啊 无所谓 星际H800公里的准行车啊 比新车便宜20万 这台车的配置是真的好 外挂的越野小书包 身顶的阳台和车拓展 重气豪卧的地盘啊 自动的柴油还渗油 又好开 就喜欢这种四四方方的样子 太帅了 这个东西厉害了 上排800公里的星际H旅行家 最高屁啊 全尺寸大皮卡 呃 星际H的底盘 大通原厂的上桌 好 你快看看宣传片吧 兄弟们 呃 目前是368000 啥都有啊 怀疆跟奔驰一样的 别拿他比T190啊 上排 一个月啊 两个月啊 然后800公里 智能12.3寸大连屏 辅助驾驶啊 这是带那个高速辅助驾驶功能的啊 智能房车了 前后的KEB啊 全自动的门 顶眉身可以狭地裤啊 好大的窗啊 我的天啊 你们看看照片 看着真舒服 机甲风啊 赛婆彭克风啊 户外的抽拉啊 双存两段式厨房 一次没用过 五座 没有报废机 可以参考啊 漂亮 下期节目来啊 还有 几万块钱啊 便宜小录音车 等着你哦